另外在社区新闻方面 近日南加州香港商会在位于圣盖博士的西尔顿酒店 举行一年一度的年会 今年的年会特别邀请到了五位专家与会员 一起分享香港贸易的成功指导 会长麦建荣先是在会上总结了商会过去一年来的发展情况 并宣布了新一届的领导班子 随后便邀请专家为现场的会员和嘉宾们分享香港经贸的成功指导 本次年会探讨的主题也包括在中美贸易战越演越烈的大背景下 香港作为大珠三角洲贸易区的一份子所受到的影响 对此香港贸易发展局洛杉矶代表卢一峰表示 香港经贸将一如既往地保持开放态势 并支持美国进出口业者在港投资建成与扩张 对于我们来讲今天的题目非常有趣 有关香港成功的故事 我们觉得成功不只是一家公司还是一个机构的成功 而是所有参与通过利用香港作为一个商务平台 来发展来投资等等的公司 作为一个成功的渠道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 南加州香港协会成立于1986年 是香港全球商业协会的成员之一 该协会的主要使命是增进香港与南加州之间的相互理解 加强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 促进双边经济和文化交流 凤凰卫视时期记者林翰琴 洛杉矶报道 学习中文化 中文化